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周深言及直播经一人观看,被央视评论一针见血,李克勤他的实力远超周杰伦,至于真人秀奔跑把十一在大魔王周深的加持下,收视力一路狂飙,尤其是回到家下。 周深,贵阳的这期节目,在同一时间段吊打了很多同类型综艺,难怪大家都说,周深承包了自己周末的所有欢乐,节目中,周深总能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感动,哪怕节目组设定好了剧本,故意不让他当本地推荐官,也没有半句怨言,不同于其他流量明星力推家乡只是为了给自己树立人设,好让更多人有吹跑的理由,周深则是把对家乡的热爱,都落实到了实际行动当中。 也正是因为如此,正片结束之后,节目组还特意录制了一期专访节目同样围绕贵阳展开讨论,但呈现出来的内容跟奔跑把完全不同,不仅用方言介绍了贵阳,还在录制现场,为大黑牛里呈现唱了一首爱的奉献再一次坐实了中华小曲库的称号。 毫不夸张地说,只有大魔王周深不想挑战的单曲,就没有他驾驭不了的风格,本以为在短时间内,除了正片外,该节目不会再有其他名场面出现。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浙江台不按套路出牌,为了吊阻观众们的胃口,首次直播了周深在吉林严吉录制节目的整个过程。 其实早在第二期节目播出后,网上就传出了周深的各种路透,也就是说歌迷声迷早就知道了其中有一站是严吉只是没想到惊喜会来得如此之快。 吉林严吉这个地方说起来跟周深的家乡贵阳,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属于典型的宝藏的,而且少数民族居多。 最出名的就是CX组还有就是严吉有很多美食值得我们一一解锁,能够不远万里,到严吉录制节目,看得出节目组是真的走心了,而是现场直播当中,一个废镜头都没有,全程共计11分钟。 时间很短,但对于喜欢周深的歌迷而言,呈现出来的内容,丝毫不逊色于正片节目,一上来就是周深为新海城电影《灵牙之旅》演唱的中文主题曲。 不得不说,把这首歌用来当作背景音乐,简直太合适不过了。 只见周深穿了一袭白衣,出现在了镜头当中,颜值还是一如既往的出众,天生的衣服架子,穿什么都特别显气质,与往常一样。 下车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跟场外的围观群众打招呼,丝毫没有偶像包袱,一边跟粉丝招呼,一边鞠躬,再加上路边的特殊广告牌。 不知道的还以为周深在CX举办了一场演唱会,随后走进了一家商场,不出所料的话,节目组将会在这家商场,开启任务模式,上楼完成任务之后,其他跑男团成员都冲着同一个方向走去,只有周深一人站在了电梯口,还背了一个特别有地狱风格的包包。 起初还以为周深只是为了完成任务,看到后面才发现,原来是在为延集录制宣传片,一边跟素人零距离互动,一边介绍延集当地的小商品,虽然听不到他们的对话,但我们隔着屏幕,依然可以感受到周深散发出来的个人魅力。 还跟小朋友进行了亲密互动,全程有说有笑,一点都不像是明星录制节目,再次上电梯时,也显得特别有礼貌,顺手是一让抱孩子的母亲先走,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都愿意支持周深了,时刻都在散发着偶像光芒,从未把自己当成一个明星。 看到周深跟小宝宝的高能互动,很多女粉都在弹幕直呼心都快融化了,光是在商场中的环节,周深就录了不下数十篇,敬业精神,确实指得很多艺人向他学习,很多人都对综艺节目有一种误解,甚至觉得明星录制综艺,是最轻松且最快的挣钱方式,其实不然,最终呈现的正片,雷现场录制的三分之一都不及,很多环节都需要后期剪辑。 由于时长的关系,导演不得不缩短常驻嘉宾的个人镜头,但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周深一刻都不能休息,难度可想而知,但即便如此,周深一句抱怨都没有。 这也是导演摇一天为什么第十一季非要请周深的主要原因之一,国民度高只是其一,更重要的一点是跟周深合作,任何一个环节的拍摄都会十分顺利。 不论节目组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周深都会尽量满足,走到一家玩具店时,大批粉丝蜂拥而上,每个人提前都准备好了一个笔记本,想要拿到偶像的签名。 按理来说,拍摄期间,节目组是不允许撸人或者粉丝入场的,可周深非但没有拒绝粉丝,还满足了所有歌迷的心愿。 如果不是工作人员拦着,周深很有可能在这家商场待一天的时间。 话说到这儿,通过这场直播,可以让我们更加确信自己没有跟错人。 在周深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了,高人气不是吹出来的,而是靠一步一个脚印,积累下来的。 烤杯好,实力强,敬业精神更是感染了所有观众。 如果是换个嘉宾来演绎这场互动估计还挺温馨和谐的。 但是李晨与范澄澄真是怎么看都奇怪,论搞事情,还得是节目组啊,至少这波同框会引起观众的讨论欲望。 杨颖变成佳子音,或成这一季最大败笔,奔跑吧。 以往的节目中固定女嘉宾就是杨颖艺人,之后又接连出现了其他女嘉宾,但都是错峰同框。 没想到这一季里杨颖与宋雨琪,白露三人合体出镜。 这阵容杨颜倒是挺杨颜,可说真的,有两个年轻貌美, 自带幽默天赋且还放得开的女明星在身边。 就算是杨颖恐怕也要有危机感吧,或许就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状态更好。 杨颖出现在镜头前的那一刻就开始拿枪做调,莫名其妙就变成了嘉子音,听得观众鸡皮疙瘩都掉一地。 她不会是觉得这样说话很可爱很搞笑吧,弹幕上有人就问为什么要加,声音怎么有一点点怪, 很明显没有get到杨颖用角柔造作来制造笑点的方式,毕竟在网上听嘉子音都受不了,看个节目还要受嘉子音荼毒,观众是真的心累了。 而且作为新人的范澄澄去每位嘉宾的房间后都收获了一个红包,这里也算是人情世故的一种体现。 没多少钱,那起码是老嘉宾的一点心意。 唯独到了杨颖这里范澄澄吃瘪了,一开始不光没有收到红包,杨颖甚至还伸手跟她要红包,也许是两个人关系很好,姐弟之间开了小玩笑,可杨颖这波操作倒是显得没什么情商。 直到范澄澄明示其他人都给了红包之后,杨颖才说那不好意思你等我一下,我也去拿一个给你吧,看起来像是猛然想起来还有送红包这一party,赶紧关上门回去去,最后还把范澄澄一个人晾在门外,跟摄影机大眼瞪小眼,真的无奈了,也难怪杨颖一出场就忍不住让弹幕吐槽,实在是可以吐槽的地方太多。 要说节目里的杨颖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颜值了,这回凭借麻花便批发造型又上了回热搜,可真人秀又不是比美大坏,大可不必吧。 不仅如此,这一季里除了嘉宾互都没什么亮点,还有很多劝退观众的地方,就比如大量的广告植入,就差把品牌名字打到嘉宾们的脸上了,居然还让范澄澄去工作人员房间展示那一屋子的logo,之后还要抱着一整香某木稀的酸奶在走廊晃悠, 头一次见如此夸张的暗头安理环节,看来导演是只在意金主爸爸开不开心,完全不顾观众的死活啊。 总而言之,《奔跑》把第十一季光是一个仙导片就引起观众的骂声,范澄澄与李晨生动形象地诠释了小舅子与前姐夫再见面的尴尬场面,杨颖路人员崩坏,全程作作,情商不高,已让人看得不怎么顺心。 不过,第一期节目还没播出,允许正片内容会有所好转,这个节目能延续这么多季,还是有潜力在的,拭目以待吧。 那么你觉得仙导片内容好看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敬请关注哦。 那么你觉得仙导片,敬请关注哦。